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二 這節我們想跟大家說一節是國際新聞 不好意思 我一直都說 想把時間表調回早一點 但是 可能也要過這兩天 請大家忍耐一下 不過我看到其實晚上出 好像情況也不錯 所以我也真的會考慮 就是可能我的節目集中在香港時間 晚上放出 除了有突發 我們會改時間 我盡量在香港時間 晚上放出 還有22日 2月22日的節目 可能我就是會 錄不到 那麽就會是 Tony先頂著 請大家注意 我通常會預先說定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網友 就是很喜歡問我們發生甚麼事 擔心我們 就是失蹤 又或者擔心我們 就是那個台 可能就是被人封了 沒有新片出 所以就預先告訴大家 22日的時間表 這節我們要說的是俄羅斯的情況 俄羅斯 普京 最新出來 大放缺詞 普京顛到 出來膽敢說 這場戰爭 是烏克蘭攻擊他們先的 出來自衛 很離譜 居然膽敢 說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 普京的行為 再一次 引證我們所說的話 你跟這班 流氓 惡棍 說道理 其實是沒有用的 就算 100% 是你對 他也可以強行反轉來說 俄羅斯如是 中共如是 你說你是君子 陪他玩遊戲 就出事了 包括香港 你絕對不能夠 跟他 他 想著 會有互信 可以談判 他 絕對是會反面 用強權 用拳頭 來招呼你 我稍後再講 稍後再講一節要講香港民主黨 我們這一節要講的 是普京的情況 普京的情況其實也相當惡劣 他可以依賴的 主要 現在打仗 唯一一個 雖然俄羅斯還有其他軍隊 但是唯一一個 在目前 是有戰果的 就是華格納集團 華格納集團不斷傳出 他們嚴厲批評 就是俄羅斯軍隊的指揮 與此同時 普京還有另外 就是利用著車臣的領導人 車臣的領導人 自己 都是 有自己的計劃 大家可以用國懷鬼胎來形容 車臣的領導人 卡德羅夫 他自己 正正看中了華格納集團的經營模式 他自己也想建立一支私人軍隊 我們經常告訴大家 搞軍隊 絕對不能夠當成 是搞一支自己的私人軍隊 更加不要想著自己搞一支僱傭兵 因為我認為是這樣的做法 除非 好像華格納集團那樣 做事絕無人性 好像黑幫那樣經營 如果不是的話 一 基本上搞不到 二 你搞得成的 只會是一支 完全不講任何道德規範 的一個所謂武裝集團 這個完全不是一個 應該要有的東西 如果武力完全不受制約 那個就是一個失控的武力 而且華格納集團 根本就等於俄羅斯 是支援的一個 是外圍的黑社會組織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要留意著這件事 好 這節我們繼續講完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烤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 裝了Pineway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直到現在 大家一直都是僵持在戰線上 烏克蘭 未有機會 發動更加大規模的反攻 俄羅斯 就是繼續 防守 爭奪 巴格穆特地區 普京正在依賴兩支主力的部隊 一個是華格納集團 一個是車神部隊 近日不斷流傳著 華格納集團的領導人 叫做普利格津 公開批評 俄軍的指揮高層 他們之間的矛盾 一早就已經存在了 目前 華格納集團 就是繼續對 巴格穆特 展開 猛烈進攻 誓要拿回這個地方 烏克蘭陷入一個困境 如果他不是有一個更大的戰略行動 的話 他只能夠繼續被動地防守著 佔領了的巴格穆特 但是大家都知道 正所謂的狗手必失 不斷 在戰線上 被消耗 而且一直沒有辦法去解圍 因為 你 不去進攻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 一直只是單方面防守 情況 就好像打拳擊 又或者任何格鬥技都一樣 你會發現 如果你一直都不出拳打對方 只是別人打過來你就擋 其實你擋不了多久 你擋到可能頭一分鐘 但是 再過兩三分鐘你總會擋不住 烏克蘭就是面對這個情況 因為烏克蘭沒有辦法 策動 更大的反攻 如果有更大規模的反攻行動 就需要更強的兵力 烏克蘭沒有辦法進行反攻 所以只能夠在這個階段防守 但是不停防守 就很容易會露出破綻 所以 華格納集團就變了在整個戰線上是唯一一個 似乎能夠成功 拿回烏克蘭軍隊佔領了的地方的唯一一支部隊 所以 不斷 顯示出 他跟俄羅斯的軍隊不相同 他 繼續嚴厲批評俄羅斯的軍隊 在拖著他的後腿 另一方面 本來華格納集團就是 在監獄招聘大量的囚犯 來做 就是前線的炮灰 但是如今這件事 就已經停止了 所以 整個華格納集團根本不會再有新的人員可以動員補充 假如 華格納集團真是 後勁不計 那麼 前面的努力就會全部白費功夫 所以他們的不和 他們的矛盾 越演越烈 同一時間 歐心鬥角繼續上映 俄羅斯的正規軍 根本不想把所有的戰功給華格納集團 這班人拿到 所以俄羅斯的正規軍 雖然是想打贏一場戰爭 但是 他們 就是處處 拖延著華格納集團 所以他們的矛盾 不斷爆發 與此同時 車神部隊 車神部隊卡德羅夫 也暴露了自己的私心 他計劃自己退休之後 就是要成立私人公司 預備要組織一支 是不從屬於 俄羅斯軍隊的獨立部隊 俄羅斯這個獨裁國家 裏面 除了自己的系統 還要搞外判系統 情況就好像中共繼續利用外圍組織 例如類似 利用香港的黑社會 去幫他做Dirty Job 所以可以看到 普京跟車神部隊 以及跟華格納集團 其實的矛盾 相當相當之大 現在這兩個團體 都分別地 就是為自己 的未來鋪路 俄羅斯打不打贏這場戰爭 對他們來說 現在也覺得不重要 最重要 是他們自己趁機會擴大自己的版圖 擴大自己的實力 所以 再加上美國總統拜登 前往烏克蘭基庫 其實可以說整個局勢 對普京來說也是相當不利 這就是獨裁者 獨裁國家 身邊的人 會做的事 因為他們 的權力 不受任何制度制約 他們只是 趁機會擴大自己的權力 有機會甚至乎是奪權 所以普京對他們 諸多防範 這樣的情況 部隊有甚麼可能 可以正常作戰呢 再加上一個不說制度的地方 根本是人命如草戒 所以呢 大量被送上前線的士兵 根本就全部是炮灰 這件事在西方世界 根本從來都不會發生 所以 說回我們香港自己的情況 我們香港 是絕對 不能夠 向這些 俄羅斯呀 武裝部隊呀 學習 因為這個只會是一條死路來的 我們要做的 一定要 建立一個 跟西方世界 緊密合作 有互信 有透明度 他知道你 受到制約的 客人的一個是力量 他才會 會支援你的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